大家好 刚才大概一个小时之前 我做了一个视频 是关于美国勒令中国 把休斯顿领事馆关闭这个新闻 在72小时之内 要关闭掉领事馆的新闻 当时我那个视频里 我自己猜测 是不是跟休斯顿 是美国的航空中心有关 因为7月8月 正好是中美要相继发射火星探测器 这样一个比较敏感的时间 刚才我又在网上看到另外的一个消息 就是分析这次 为什么会关闭领事馆的原因 我觉得说的也不无道理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年年初中国出现疫情的时候 美国迅速撤离了1300个外交官和家属 他是从不同的 在中国不同的领事馆 一共是1300个 现在中国疫情稳定了 那么美国现在又要派这些外交官回到中国 这1000多个人 但是鉴于美方目前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中国不接受美国直接派人来中国武汉成都 等地的到这些领馆 按照中国要求是必须要先隔离 先隔离 但是美方说 这些外交官具有外交豁免权 所以他不接受中国的当地的政策 他说要检测 他自己检测 不让中国获取DNA样本 因为你到时候可能要抽血干嘛的 所以他们就不同意隔离 这件事就一直就悬在这里了 大家一直没有达成共识 中国说让他们隔离 集中隔离 然后中国来检测 然后美方不同意 美方的理由是外交官有外交豁免权 那么这个有可能就是今天美国官方突发的要求中国关闭休斯顿领事馆的一个原因 我看了这个分析之后 我觉得说的也不无道理 对吧 因为在国际外交 国际外交这个关系上 一般两个国家都是采用所谓的对等原则 就是像前一段时间我们说那个航班一样 五个亿航班一样 对吧 就是说你给我开通几个 我给你开通几个 这个双方是有一个对等的关系的 目前来讲还没有看到美国官方的 对于这次休斯顿领事馆被关闭的这个官方的理由出来 大家都在猜测 我只是觉得这个猜测呢 觉得还比较靠谱 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另外 另外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什么呢 就是港股 这个休斯顿领馆关闭的这个消息 因为是一个突发事件 而且正好赶在亚洲各个股市 在闭市之前 所以港股应声下跌577点 跌幅达到了2.2% 所以这个是比较厉害的 我会发一张港股的那个K线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它处于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断崖式的下跌 明显是受到了这个消息的影响 所以还是那句话 这件事情是一个突发事件 有待后续的这个情况呢 我们就持续观察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